大家好!欢迎收听升旗易普通话频道 现在中国经济很差 我们回看中国公布的官方数据 中国在近20个月来印了50万亿的钞票 货币超发正常来说 钞票越印得多 就会导致物价上升 出现通货膨胀 但是这个情况在大陆却刚刚上返 有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12月尾 中国广义货币M2的余额是292.27万亿元 比一年前同比增长9.7% 而就在20个月之前 中国的M2余额只有236.6万亿 这意味着中国在这20个月以来 就已经超发了50万亿人民币的货币 但是在同一个时间内 中国的物价下跌 房地产下跌 股价也下跌 这个情况是连续的 尤其是房地产和股价 这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印了那么多钞票出来 这些钱去哪里了 而导致中国在过去20个月 印了这么多钞票的原因是什么 国内的经济增长方式 主要是靠货币宽松来拉动 只要经济有稍微调整的苗头 就会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刺激计划 早在2008年 中国当时就推出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 当时因为美国的金融海啸席卷全国 当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很快就对经济的增长 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是过度的宽松货币政策 不能够经常使用 否则的话 每次产生的效果 只会越来越差 就好像2008年 中国每一次下降存款准备金 香港的股市就会上升1000多点 但是后来每次降准 港股上升幅度却越来越小 就像最近也不过是升了一点点 当然这不是一天的事 几天加起来也是过反弹1000多点 但是在上个星期是几个消息 是一次过传出来 不只是降准 还有放宽外资等很多就是错事 还包括传出习近平患癌的消息 所以股市大涨 大家觉得有希望了 我们回头来看现在 滥发货币通常会导致很严重的通货膨胀 但是问题来了 过去20个月印了超过50万亿 但是为什么现在的物价仍然是下跌 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出现 甚至现在反而出现出通缩 为什么会这样 有分析师分析了以下几点 第一 中国国内的各行各业 都受了到不同程度的疫情冲击 现在开放了疫情管控之后 大家都加班进行生产 想把之前的经济损失恶不回来 与此同时 老百姓由于收入减少 或者是失业 在购买方面不断萎缩 当然是不舍得花钱 因为没钱了 或者是失业了 又或者是害怕失业 这样一来 各行各业都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 库存值押情况很严重 在商品的供应远远大于需求的情况下 即便央行货币滥发 也没有办法大幅推高现在的物价水平 最新公布 2023年12月的CPI数据只有0.2 通胀率已经接近0 第二 在货币滥发的情况下 人们之所以看到物价 房价 股价都没有出现上升 反而出现了连续下降的情况 主要就是因为这些钱根本没办法流动到实体经济 而是全部都在金融体系空转 多数超发的货币没有流向商品市场 房地产市场和股市场 所有的钱全部都是在金融系统里面自己赚来赚去 用来还就债 就是说无论印多少出来都是用来还就债 但是却产生了利息 原因很简单 市场缺乏赚钱的效应 资金根本不愿意进入 因为进入之后根本就没有办法出来 同时现在的资金其实很精明 房地产市场和股市根本没有前途 没有人愿意去碰这两个板块 没有人接货 股市当然是赚不动 因为每个人都在抛货 原因是对中国政府没有信心 第三 像电视 冰箱 空调等家电都在减价 原因是这些家电每隔几年都要升级 该淘汰的会淘汰掉 原来的老款电器要通过减价来去库存 而且一些燃油汽车也正碰到新能源汽车大量入市 也被迫要减价 所以有很多商品都要减价促销 否则的话根本就做不到业绩 当然 很多商品减价的原因是因为产品已经更新换代 企业需要通过减价来去库存 回笼资金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些商品基本上都会大幅下跌 欢迎 听众们 今天 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 聚焦一款备受主目的 VPN Surfshark 在众多 VPN中 Surfshark以其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 但真正的问题是 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 现在 让我们谈谈功能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 具有异于导航的界面 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同时保持高速连接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 Surfshark 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连接无限数量的设备 不需要多个订阅 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 安全至关重要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 几乎无法破解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严格的无日之政策 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 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 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 仅有5%的速度下降 它是您快速下载 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证 准备好安全的冲浪了吗 在视频描述中查看 特别折口连接 第四 现在央行超发的货币 主要停留在金融体系当中 没有留向商品市场 没有留向股市 更不会留向楼市 因为担心一去不回头 主要是经历了三年疫情 人们对整个市场都信心不足 大家不愿意投资 借钱付利息当然是不借 如果要让老百姓恢复信心 除了市场要有赚钱效应之外 还需要一段很长时间来逐步恢复 至少现在来看 超发的货币无法大规模 流向股市和楼市 甚至连商品市场也没钱流入 所以非常难 二十个月里面印了五十万亿的钱出来 物价下跌 房价下跌 股价下跌 这当然是违反了市场定律 完全不合理 违反了所有的定律 但是也说明了中国经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它的结构性改变了 它的增长模式需要改变 否则根本没办法 也不能够依赖宽松的货币政策 因为这么做无法解决商品市场 股市和楼市的信心 也解决不了商品市场 本来就有严重的过剩问题 宽松的货币政策 也会对未来经济的增长 刺激作用越来越弱 最重要的是印了这么多钱出来 也没有办法就是 什么原因 主要是中国的债务太重 那些钱没办法流向实体经济 为什么 因为银行不愿意借贷 银行很清楚那些钱 最终会用来拿去给一些国企去减债 或者是地方债 主要是用来还旧债 不断印新钱出来还旧债 而银行也不愿意放贷 为什么 因为借了给你怕你没得还 银行肯定不愿意借给你买楼买股票 因为那些资产还在下跌 银行也很清楚购买这些资产肯定会亏本 所以不愿意放贷 当银行不愿意放贷 人民也不愿意消费 也不愿意买股买楼的时候 这样雪球就会越滚越大 加快了下跌的速度 只有人卖没有人买 像股票 一有一点反弹就马上不断地抛货 所以再多的钱也不够 主要的原因是市场对这个国家没有信心 这三年来中国政府的表现使得所有的人 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投资者都失去信心 原来你们可以这样乱来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还有就是现在每天都在说要抓间谍 这样你又怎么可能会搞好经济 原来抓间谍是你们首要的目标 之后又是国安法 还有大陆的国安也有很严重的问题 一天到晚都在讲政治 根本没有想过要搞经济 所以大家都没有信心 正所谓人无信不利 信心是最重要的 商样变法在一开始成功也是因为他们言而有信 给了人民信心 当然最后做发自闭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起码也要让人民相信政府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经过了这三年 人民已经彻底不相信政府 每个人都在用躺平的方式来软对抗 因为他们知道没法跟你应对抗 所以要么就是在玩低级红高级黑 政府做错事他们就大力称赞 使得政府的方向越来越错 政府做对了他们就跑出来嘛 使得政府的方向可能会改变 有一部分的人就是在玩这一出 就是跟政府相反 总之中共现在的情况就是 他们的政治走向使得人们没有信心 人人都害怕第二次文革再次爆发 人人都害怕资本会被充公 你动一下手指头就充公了我所有的身家 这样我干嘛还要这么拼命 你想得美 所谓共同富裕 其实就是共同清零 大家抱着一起死 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公开的市场 全部都是封闭 全部都有管制 所以它可以撑着 但是股市是撑不了的 因为股市一直往下跌 楼市也都撑不住 因为楼市的泡沫比股市更大 楼市的泡沫足足有几百万亿 一抱起来凭中国政府根本就搞不定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所以这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即便是抄银票也就不了事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